南斗县议会召开第十九届第三次定期会议程期间 县议员唐巧芬也提出建言 潘县府能于中头快速道路桥下设置亲子活动空间 供民众使用并也能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是不是可以像这样子拜托县长我们来跟中央争取一些经费 来再把草屯中头桥下这个地方再把它活络起来 把它做成一个亲子公园 那因为草屯中头桥下其实它的交通非常的便利 临近台中县市然后往下的话就是到我们的湛化县 那在这边如果说县长有医院的话 把这个地方做起来做一个亲子公园的话 我相信说吸引来的人潮 甚至来到我们南投县做个一日游 两日游三日游都不成问题 为改善南投市停车空间不足问题 县府也做出了许多规划 县议员张家哲除了肯定外 并也鉴请县府参考及急证设置地下停车场的案例 云滩头市也是理作 我想县长跟这个相关单位 一直在关心跟积极处理的这个停车场问题 县府也有规划在几个地方 加盖这个停车场的部分 先感谢县长对这部分的用心 那另外就我所知 我们县长当初在当积极镇长的时候 特别在这个火车站前 盖了一个这个地下停车场 让整个积极的这个观光带动起来 我也希望说在南投市 有盖这种地下停车场 这个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县长有没有 接下来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竹山镇有相当丰富的观光资源 且教堂便利 而其中夏平地区的一处山坡 相当适合建构辽望台与建行路线 县远油耗也鉴请县府 能够多家建设开发 竹山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发展观光的地方 它等于是有两大门户 都是两个交流道下来 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推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门口跟路口 那这是三界公庙后面的那个山坡 那它可以看到就是珠山 包括看到彰化云林的这样子的风景 那这个部分后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瞭望台 还有作为大家一个健康步道跟生态一个践行的一个路线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可以出一些配合款 也拜托县长建设 与本日定期会中针对多项议题 议员们也都踊跃发言 并期许县府能够重视采纳 以促进县内建设发展 造福南陀县民 记者卢宇凯 南陀县议会采访报道